农田水利署严正以待 水利署授丰工作站特别把水门开启一粒排水 而在树湖西丰田镇四支四分线的排水门 在末端的排水也已经开启了水闸门 要让雨水可以排入树湖西 台风海席为了保护农田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特地派各地管理站 进行灌溉沟取水门的开闸 授丰水利管理站指出 树湖西丰田镇四支四分线排水门 末端排水也已经开启了水闸门 一粒灌溉沟雨水排入树湖西 花莲县政府于昨日下午四点半开设一级警戒 本管理处也于今日早上八点开设一级警戒 本工作站依标准作业程序 对于辖内的农田自排水门做起壁动作 维护农田的安全 取渠道安全 农田水利署收封管理站也指出 灌溉沟取原本就是作为农田灌溉来使用 而非是在豪大雨来临时作为区域排水的功能 在树湖西并没有一个完整性的排水系统 请相关单位依权责规划一个完整的区域排水系统 一例农田或是日豪大雨发生时 避免有局部性的淹水问题 不过农田水利署收封管理站也表示 目前树湖村地区没有设置完整规划排水系统 容易造成豪田郡四支四分线灌溉沟末端水门 因树湖西豪大雨而使得吸水倒灌造成淹水 还是建议未来相关单位能在树湖村地区 设置良好的排水系统 避免豪大雨来临造成吸水倒灌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